十二項堤防的戶外崩塌搶災及強行演習 新美市水利局在板橋南載溝抽水站 堤外高灘地進行防汛演習 模擬颱風來襲雨量過大 準備撤離高灘地上包括護網 或是提供給民眾休憩的裝置艺术平等設施 以免妨礙水流造成更大損失 水利局安排十五項演練 出動人員全力配合 高灘地上模擬各種情況發生 河面上首次出動平底船勘災演練 新北市長朱立倫到場參與 肯定水利局同仁平日紮實的訓練 讓演練的過程相當逼真 但也提醒同仁 新北市二十九區救災地點各有風險 需要更多緊急應變能力 才能夠為民眾守護生命財產安全 整個氣候的變遷 讓整個災害來臨的時候 不管是風災雨災震災 都會更為劇烈 那所以我們要做好萬全的準備 事實上因為新北市浮原非常廣大 每一個地區的變化也非常的大 那不管是我們所有的這些設備 平日做好保養 而且隨時人員做好訓練 同時要應變的就是我們 可能不是這麼單純的 只是一個靜態或者是簡單動態的 因為常常我們在非常顛簸的高山 或者是非常險峻的海灘 或者是這個河流在颱風過程當中 我們都要做這些救災或者是減災的工作 防汛期的演練同時針對強帶來 無法預期的強壯與災害規模 除了抽水戰全面戒備 還有移動式的抽水機做好應戰的準備 而面對防汛期太多不可預估的因素 可能會對民眾的生命財產帶來危害 只有投入更多的心力 站在守護人民的第一線 數位天空新聞 板橋報導